欢迎回来台式晚间新闻 来带大家看到 在美国有一位手语翻译员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连这个饶舌歌都难不倒他 他能够用非常灵活的身体语言 还有手指全身摆动 来诠释饶舌歌曲 让这个听障人士 也能够开心的一起摇摆 饶舌歌手在舞台上舍颤莲花 他在一旁舞动双手 跟着节奏韵律朝热现场气氛 他是手语翻译员嘉烈哥 用手指全是歌曲 歌手越念越快 嘉烈哥手舞足道更加疯狂 灵活的身体语言 把歌词意境传达出去 让听障人士也能享受音乐 即使每分钟280个字 也一点都难不倒他 神乎奇迹的演出 连饶舌歌手也甘拜下风 我看到这件事 我认为在节奏里面会有一个特别的时刻 哇 这很瘋狂 只要我看她做 嘉烈哥精湛的演出引发话题 其实他在饶舌圈小有名气 曾经参与超过400场演出 合作对象包括阿姆 史努比狗狗 素可达硬汉等知名饶舌歌手 他对手语翻译员工作 有自己一套诠释 嘉烈哥会把歌词融会贯通 而不只是纯粹按照字面翻译 但每一字每一句都得同步跟上 活灵活现的手上功夫 让人打开眼界 不少人看了嘉烈哥的表演都相当感动 今世世界纪录也邀请他 申请最快手语翻译 看来不久之后 又会诞生一位世界纪录保持人 综合报道